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前哨战的周选都提名多个席位 三党也会在24个议席中兵容相见 其中由前首相多玛哈迪医生创立 首次上阵就提名42名候选人的斗士党 战绩备受关注 目前我国乌裔政党竞争激烈 各大阵营都想要吸引乌裔选民支持 然而在正刚类似的情况下 斗士党并没有鲜明的卖点 当下并不是乌统最大的竞争对手 政治学者刘哲伟博士认为 如果斗士党真的能够分散乌裔选票 预计将因此流失较多选票的对手 同样会是由马哈迪创立的土著团结党 刘哲伟提出 三大瘟疫政党在选举中的战术都很相似 在马来社群提出马来民族主义 其中土团党和斗士党都标榜青年 希望吸引更多年轻瘟疫选民的支持 上一届大选 土团党通过和西蒙合作 在柔佛州一共夺下八个州议席 但在丁能和五级哈逢州议席 只以不到1500张的多数票险胜 这次周选 国盟除了将原本属于土团党的优景镇 安排民政上阵 其他席位都是由土团党园区守土 然而斗士党的加入将给土团党增添许多难度 让巫统有可趁之机 另一边乡 大马民主联合阵线竞选的七个州议席 也碰上斗士党的提名候选人 曾经的盟友兵润相见 刘哲伟认为 此举可能会分散马来选票 最终让获得西蒙让路和乡体的Muda 有机会夺下一席 重叠一席本庄跟Muda 会有两个极端的相反 第一是他们关系已经没有像之前这么好了 第二是其实已经无论来讲 他是间接地帮Muda分散马来人的票 很多一席都是六三分 六成多是五一选民 三成多是华一选民 只要这三党 国政 国盟跟都是党 可以把另一层多的马来选民 分散得比较均匀一点 就可能每一个党得到两层多或者三层的票 而Muda本身可以得到包揽华裔的三层多的票 在野党方面 目前各大政党属于各自伪证 预计难以在这一次州选突围 刘哲伟更形容西蒙的大帐篷概念正在漏水 在野党能否把大帐篷给架起来 就考验着公正党主席拿杜斯里安华的公路 18岁选民投票的倾向不明显 也是柔佛州选的不委定因素 让柔州成为各政党的重大考核 然而基于年轻人大多还未做决定 对于华裔政党 马华和民政来说 可能是一条生路 这一群人本身每一个政党都必须关注的 反而之前那些很难赢得选票的政党 比如说马华 民政 很难得到自己怀疑选民的政党 反而这一群人可能会是他们一条生路 刘哲伟解释 相比30岁以上的选民 对投票倾向有一定的坚持 年轻选民的投票意愿还不明确 随时都可能左右战情 因此柔佛州选的成果 将会成为各政党在往后的参考指标 也是各政党在全国大选制胜的关键 马新社电视 林佳文 采访国道 他的规划 一天 感谢观看